尽管人们对所谓集体主义 所谓大过犯等等 是一个认识相对比较简单的 那样的一个说法吧 或者说停留在那个概念层面上 但实际上在乡村 这个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 经历过这种人的思想的 重新锤炼的这样的一个村庄 它所焕发出来的内生的动力 是非常不一样的 大家好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董小丹 今天我跟大家继续分享 我的新书《一个村庄的奋斗》 其实还是叫金星三大队 它这整个名字变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解放前呢 它作为一个自然村 它叫吉凤 也就是这个地方原来和其他的村不相连 后来呢在这个地方建了一座桥 把这两个村庄和其他的联系起来 一个叫引龙 进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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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减少 我们的生产生产是一个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去自然结合的过程 但是当时呢中国是要先提出四个现代化 而且首先就是1956年我们提出的农业现代化 按照那种农业现代化的想象 我要大办农庄 当然主要的也是为了承接国家工业品的下乡 于是呢就把很多小的生产单位集合起来 把生产核算的这个单位放到人民公社这一级 当然这导致生产半径过大 然后管理无效率等等 当61年我们因为农业生产上遭遇到很大的反复 开始进行调整的时候 像在东部的华西村很快的就落实中央政策 调回到三级所有对位基础 也就是把生产的基本核算单位放到只有几十户 管理半径比较小 从而信息成本相对比较低的这个生产小队 也就是自然村 但是在西部地区这个步伐相对比较缓慢 1964年中国面临着和美国苏联这两大世界秩序的主导国家 同时进入战争状态这样的一个年份 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时候 是希望能将更多的工业放入到上海这样的老工业基地 形成轻重协调配套 但是当和美苏同时处于对峙的状态 那么沿海的工业还有华北东北沿边的工业就都处在打击范围之内 于是中央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三线建设 那么你把沿海沿边的那些工业平移到内陆去 当然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同时并不产生新的财富 所以国民经济在这个时候呢进入到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 然后才有了说我们要动员民众 做政治化的动员 而且是在三条战线 也就是农业学大债 工业学大庆 解放军学雷锋 那因此建国初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要应对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 就在全国各个地方征集粮食砸到上海 那给四川这一带呢也派了4亿斤的粮食 但是因为农村没有组织化建设 所以这个征粮任务完成的很艰难 又由于从四川要运到上海 整个交通体系也不完善 交通成本很高 所以你征一斤粮要额外再支付一斤粮的交通运输成本 中央和地方关于征粮上面的矛盾就很明显 那等到办生产互助社的时候 同样也存在着这些问题 前一阵子柳青那个电影热映 然后徐总书记说共产党员也要学柳青 那柳青在创业史那部小说当中 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就是农村当中 这个富农和贫农的政治取向是不一样的 贫农呢更愿意进入到共产主义 然后富农呢更倾向于修正主义 也就是我要关起门过自己的小日子 那我们在占其村一开始发展的过程中 也能看到这样的情形 在他们的答案材料里边 整个金星大队一开始也是表现平平 甚至还欠了另外的公社有2000块钱的贷款 离城郊比较近的地方的那些农民呢 周末的时候会到城郊去打麻将 去耍一耍 然后并不是很有多强的意愿 说投入到能力生产当中 那正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 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改造过程中 乡村才慢慢的把自己转型成为 适合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这样一种战略取向的这样的乡村 那也是这样的乡村 才能成为中国去一户的微观基础 战棋接下来的这个过程 就非常的 怎么讲呢 就非常的激动人心 比如说有村里的一个能工巧匠 叫罗慧富 当时呢他刚结婚 然后有孩子觉得生活压力比较大 就到外边去打工挣现钱 然后外边比较相忠他 他就回村开介绍信 然后村里边呢 书记就说 我们要把村里的能人都留在村里边 为本村做贡献 不能流失到外边去 那也就在罗慧富等等人的带动下呢 战棋慢慢开始修自己的办公用房 修自己的其他的厂房等等 那有了第一步的这样的起色 那村干部呢也是严于利己 出去开会的话从来不要粮食补贴 然后也不在外边吃饭 多远都要自己赶回来 那有了村干部的带头 有了对村民的这个精英骨干的动员 对一般的村民也就有了很强的带动作用 同时呢战棋还特别强调 要让妇女也发挥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战棋处在川西平原上 他本身是夏氏田烂草田 但是他有很好的水利灌溉条件 所以如果能够把全村的劳动力整合 投入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上 那么他所获得的农业产出 这个增加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我们也就看到战棋全体村民这个叫晴天使劲干 阴天继续干 那靠着这种方式呢 把自己的耕地都变成一块块的调田 就可以积耕 然后调田改土学大寨 沟端路直树城行 靠着这样的一个艰苦奋斗 把自己的一个家底干出来 那也就是农业上有一个很好的收成 并且因为自己这个干劲很足 所以被选择军民共建的典型 那么也就有了和部队共同建设新农村的这样的机会 同时呢 周边地区比如说有武器干校在这边 公路经过他们村旁边 这个村就承接了修路的工程 承接了公路养护的工程 这两个工程呢都相当于给村里带来了非常难得的现金收入 也就有了现金积累 正是在有了资金积累 有了劳动力的统一力争上游的这种干劲的情况下 这个村才有可能进入下一步的工业化 所以这个村的妇女主任蒋志珍 在接受我们访谈的时候说 我们战旗从来不要第二第三 我们干什么事就是要正第一 而我们妇女和男人比着干 这当时呢 村里边为了把妇女的劳动力的这个能量释放出来 成立了幼儿园 那把164个小孩都放到幼儿园 妇女从家务当中解脱出来 就成了农业上的半冰天 蒋志珍在回忆的时候 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她家里有四个就是前四个都是姐姐 她是家里的第五个女儿 她说放到旧社会我就被扔掉了 所以我能有今天是新中国给我的一条生命 那我就一定要用我的生命来回报祖国 所以就我们也看到这是一个新政权产生的过程中 它逐渐的和基层的农民之间形成这样一个互相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外我们在档案材料的这个阅读当中 也发现战旗它当时作为一个集体核算 它打破了人们对集体主义啊 大锅饭啊等等那些很刻板的想象 比如说当时这个中央号召农村要养猪 一方面呢是改善伙食 另一方面猪粪可以肥田 那当然也有一部分增加收入的作用了 但实际上这个市场上猪价是波动的 那么集体如何来落实这个养猪的任务呢 那在全国人均养猪大概是零点几头的时候 战旗能达到人均一头猪的这个规模 在这个过程中它有一个投肥粮的计算 也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农业剩余是要交到国家的 那少部分的剩余呢在农村是按照人头来分 不过有的地方我们见到是三七分 也就是70%的剩余是按照人头来分 那30%呢是按照公分分 那当然你按公分按劳动量分的比较少 那就很多人就认为这个不足以形成劳动激励 于是就说平均主义大过犯等等 那在战旗呢它是28分 也就是80%是按照人头来分 20%是按照公分 这20%当中又进一步的把这个养猪做的投肥这个比例进行了调整 比如它原来养猪的那个比例比较低的时候 它我们看到投肥的比例是4% 当它想增加对社员养猪的激励的时候 那就认为呢集体应该承担一部分成本 因为我们的主要收益是最后在农田产出上获得的 而这个呢就很难和社员单独的这个劳动投入去结合 虽然你是最后是按人头分 所以它把投肥的比例提高到8% 甚至提高到12% 这样一下子就把社员养猪的这个激励 激励机制就给建立起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28分其实就像今天大家在讲 道义经济学那种道义分配一样 它是在剩余大量被外部提走的情况下 在村内做的一种相对公平的分配 正是因为这种相对公平才使得 大量的剩余持续被外部提走是成为一种可能 那我们在书里边把它的机制归纳叫做社会企业 或者叫空间正义 也就当你把村集体作为一个具有企业经营内涵的时候 企业经营的一个主体 我们看到它不是要追求收益最大化 它首先要维持全体社员的生存 也就是像家庭不能开除成员一样 它不能开除自己村社的成员 为了这个呢 它首先要保证每个人的基本生存 所以它是要按人头来做一个相对均等化的分配 此外呢 它也有一个自己内部的激励机制 也就是集体要进行一定的相对经济化的制度设计 来平衡市场风险和社员之间的关系 那也有的社员说 我直接把猪草拿到市场上去卖 比我把猪养大了 卖猪要更合算 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 大家首先是开会讨论 从思想上认识这个问题 其次集体就进一步的做动员 比如集体对于社员有一个饲料的补贴 集体要承担一部分成本 才能把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 让社员自己农闲的时候 在家里边用那个干水喂猪 把这部分的剩余也利用起来 用到这个养殖上 实际上就使得整个 占其村域内的总的土地产出 和总的劳动力产出 增加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这是在那个时期我们看到 尽管人们对所谓集体主义 所谓大过犯等等 是一个认识相对比较简单的 那样的一个说法吧 或者说停留在那个概念层面上 但实际上在乡村 这个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 凡是经过这种内生动力的激发 我们也把它叫做社会主义补课 就是经历过这种 人的思想的重新锤炼的 这样的一个村庄 它所焕发出来的内生的动力是非常不一样的 这也就是先有社会资本的培育 其次才有物质资本的积累 那人的主观能动性建置于客观世界的改造 一旦这个主观能动性被激发起来 它是极大的能节约成本的 所以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 一旦村庄内生动力激发 它的那个发展的能量是被不断的迸发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也看到 我们所归纳的 占其的四个内在机制 就是第一个成本内化 第二村舍理性 第三资源权益 第四空间正义 在这个阶段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体现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当国家把大部分的剩余都提取到外部 乡村外部用于工业化的时候 那按说是资源权益受损的 但是因为这部分的收益 这部分的管理主要集中在集体这个环节 集体有着比较强的资源权益的这个权利 所以对村庄内部的劳动力的整合等等 仍然是发挥了一个比较强的作用 好 我这一节的内容我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